大家好 欢迎来到东北那嘎嘎 我是大东北 咱们吃饭之前先办个喜事去 跟我的步伐去看一看到底是什么喜事 哥们喜提新车了 这个是国产车 所以现在国产车做得真好 真漂亮 新车 我要收几粒广告费了 免费给做广告来了 今天买新车了 走 咱俩去吃烧烤去 我请 去二发烧烤 最近挺火的 走 这边 这家真火啊 人太多了 大家原来是鹿鞭屯 后来干大了 鹿屋里来了 非常火 很多粉丝都推荐我们上台下来 今天呢也是有幸 借他光了 刚才我点串的时候 他家的串的确是与众不同 我现在先卖个棺子 一会上来 看 我们下次看 二维会 ил里面 你啊,上串这个速度太省速了啊,太快了,它家特色呢,就是金,各种各样的金,可以说要给你搞出新花样来吧,来吧,这都是我今天又楼屋的美食,都在这儿啊,但是啊,现在这里边 在这儿放乱了,我已经认不出来哪个试哪个了,哎呀,这一大堆都参在一起,我也认不出来了,只能让大家念一下,对方入座啊,金皮儿,双筋,牛肉串,木骨筋,心滚羊肉,羊肉串,蒜苔劲盘盘,骨门, 我只记住啊,羊肉串和牛肉串是一块五,剩下的都是三块,都是四块,记不住了,来吧,都说他家这个串好吃了吗,今天来了,尝一尝, 的确不错,好吃 这个啊,羊小蛋,羊小蛋,不敢吃,我不敢吃,你吃一口,我再尝了, 我也尝尝,羊小蛋 刚开始吃的时候,能吃出来一点点的味料的味道,吃到最后的时候啊,咱不知道它怎么烤的,变成香味,把那个料味已经盖住了, 这家烤串啊,还是值得推荐的,但是啊,毕竟每个人对美食的味道, 这家烤串理解是不同的,要想知道它有多么好吃,还得自己来尝一尝,才知道有多么好吃,要是有其他见解的话,可以在谈目和评论区给我留言, 好了,今天就到这里吧,喜欢我的视频,记得关注我啊,拜拜 嗯啊,好久不见